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 那今天自动传道 给我这个就是 来说明说跟各位来讲 我自己怎么样在 唐牧师的这个聚会 得到一生这个永恒的帮助 那首先 当然我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 西伯来书的一开始的一章一节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我大学是 差不多是大学快毕业 然后那个时候听到现在的感觉 就是一路走来 我觉得唐牧师在 对我的这个影响里面 是在他的话语上面 那我发现唐牧师每查一卷书 他对于神话语的 那个仔细的程度 是让我很吃惊 而且非常的严谨 那这个影响了我就是 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也开始去注意说 为什么他可以查圣经 查到这样的仔细 然后这样的严谨 那我也看到说 真正保罗所说的 上帝的话是高过一切 世上的小学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就想说 我也想说那我要找到 在听到的过程当中 随着唐牧师的查经里面 我就想说那我也要把这个学问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读到 读到这个 如果可以我就读到博士 然后呢 如果主卷选的话 我就来奉献 那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在主卷的查经里面 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和确定 第二点就是 从唐牧师的 他不但对上帝话语的仔细 特别是他身体力行 他不但讲道 而且他行道 我从唐牧师对于 整个这个福音运动 对于神国度的眼光 他委身在这个当中 然后到世界的各个国家 特别亚洲这几个城市 巡回步道的 这个身体力行里面 我可以看到说 唐牧师确实 他不但是传说神的话语 他自己是找到 他的人生方向 他也真正照着上帝的话 去这样去做 那因此我就可以 成为我的榜样 成为我最好效法的 一个对象 那再来就是 第三点就是 唐牧师的那个神国度的眼光 他不是只有为一个教会 那我就 那时候我就常常在想 其实他跑这么多的国家 其实对于他自己来讲 本身是 如果说利害关系的话 他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可见他真的是 像他讲道里面说的 摩西是在以色列全家境中 因此我也觉得说 这成为我的一个 可以在示范的 侍奉的上面成为一个榜样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唐牧师有这样的 神国度的眼光 我才能够有 有这样的机会 一直去听到 然后慢慢的被神的话 喂养长大 然后并且有这个典范 可以供我们去做学习 那当然我对于这个 这一次五月二十二二十三的 大学生的步道大会 我觉得这是机会很难得 因为就我在大学 这十一二年的教书的 这个经验里面 我觉得大学生 非常的 跟我们那个时代 其实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因为现在的大学生 他们面对的整个的 台湾的社会的变迁 然后特别在经济上面 因为像我在 教很多的学生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是学贷 那他们一毕业 就有贷款 银行的贷款 如果他们不继续读研究所 银行的贷款 就会开始要付 那现在的学生的起薪 确实也没有比 我们那个时候高多少 甚至整体的环境 甚至是更激烈 更糟的一个情况 所以台湾社会多元以后 其实带来更多的是不确定感 那这个不确定感 反映在年轻人的身上 其实是蛮明显的 然后再来就是 现在的学生 就我们一些老师在讲的时候 因为我们当导师的 有些当导师的话 就可以发现 班上大概有可能 蛮高数量是单亲家庭 还有可能父母是离婚的 然后或者是隔代教养 或者是甚至有同性恋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跟我们以前 十几年前或二十年前比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 确实是面临的不但经济的压力 而且他们本身的背景 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 更值得我们去同情的 可是就像唐牧师说的 就是我们规政 推动任何一个教会 任何一个事工 其实年轻人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可以看到说 其实推动年轻人 帮助年轻人 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而不是只有 我们去邀请人 去呼应年轻人 我们要真正像唐牧师这样子 如果我们真的是看到 我们的下一代 这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的处境 比我们更值得同情 或者说我们在比较 相对比较好的环境下成长 以至于我们现在 有一些的这个 这个有一些的成就的话 我们更应该要把 神给我们的恩典 再去帮助下一代的年轻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讲座 5月22、23日 在古佛纪念馆的讲座 我们要推动归正福音 或者对这个福音运动 有新的人 我们都有必要 不但我们自己去参与 我们也要去邀请 所有的这个 我们认识的人都去参与 不但是年轻人 我们自己去听了以后 我们可以再去帮助别人 那另外当然 我们如果是这个 自己来听的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来听了以后 听回去以后 我们可以真正落实 把神的话对我们的感动 落实在我们所认识的年轻人身上 不论我们认识的多少年轻人 我们就发挥神给我们 所在的环境的影响力 那这个是我觉得 真的是有必要 去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就是这个 像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就我认识的 接触的这些学生来看 他们很多 不是非常的没有自信 因为可能他们家庭的 原生的家庭 或者是一些 这个 就是一些社会的情况 那其实他们 常常会有两种极端 一个就是过度自信 一个就是非常没有自信 那通常 这会造成他们在 人生的规划上面 他们不太敢规划 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或者说我三年以后 我大学毕业以后 我要做什么 因为他们想到的就是 我大学以后就要 被银行讨钱 如果我继续读研究所 那还有学贷 继续再累积 那所以他们 造成他们在做计划的时候 他们在做生涯规划的时候 不像以前 我们不会绑手绑脚 他们是更加的绑手绑脚 那也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呢这个 他们的信心 怎么去建立 我相信这要回归到 神的话语上面 因此这个 这个22 23 这个聚会是非常非常好 也非常非常重要 唐牧师他一贯的讲道 我相信在座的 每一个都听的 都是很长期的 去听唐牧师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从这个讲座 我们必定可以 为我们的下一代 为我们真正教会 未来的希望 就是这些年轻人 找到真正的方向 所以我们有必要 我们自己来参加 就算我们是中年人 或者是任何年龄层 我们都来参加 不但如此 把我们认识的人也来 也邀请来 尽可能的邀请来 一起来参加 这个重要的聚会 然后把神的话 给我们的感动 再回到我们的岗位上面的时候 再传给更多的人 更多的年轻人 好那以上 这个是我的一个大概的见证 那我很希望说就是 最后跟大家来勉励的就是 我们保罗说 我们自己就像我自己 我自己是最后我也要降服在神的带领之下 我想如果神用我们 我们就是要努力的去奔跑 因此就是用保罗说的 我要从那呼召 从上头呼召我们要得的赏赐 我们要努力的向前去奔跑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